昨天的心情 我覺得就昨天的事情那都過去了 那今天又是新的開始 對 所以要開心 分享一些過去的經驗吧 覺得他跟我一開始剛進余兒圈的時候蠻像的 就是一個蠻直言的人 那我覺得是多少做自己 常常都會有一些被人家誤會的時候 然後我覺得就是每一天都要把自己的頭放低一點 因為接受別人稱讚的時候也要說謝謝 然後有別人的批評的時候也是要低頭說謝謝 這就是生存之道 很好 而且就是都會像他看齊 就會自己還好好的反省改進 我覺得人生就是有好有壞 那都要成熟 我喜歡自己樂觀一點 因為有時候我也會自己陷在自己的那種悲觀世界裡 可是我會把自己拉回來說 欸不對 我要怎麼樣過我的每一天 因為我不曉得我明天會不會發生什麼事情 所以我覺得我要活在黨下就是要開心 為什麼 就像剛剛我說 他跟我一開始都蠻像 對 對 對 是反應的 對啊 你妹比較慘啦 被拍子說成是助理 你幹嘛這樣 我沒有露線 露線了 露線了 對對對 沒有沒有沒有 對啊 就是因為剛好都有妹妹 然後就是會跟他聊啊 自己妹妹交男朋友啊 不對 你又把你妹妹講了 沒有啊 對 聊別的 他真的蠻像一個姐姐的 然後因為他 我知道他 所有的家計啊 然後都是他自己一個人在承擔 所以他跟他拍戲的時候 我突然有時候會發現被他照顧這樣 那因為我自己在家裡是不太照顧我妹 因為他會自己很堅強的往前走 所以我通常都是沒有盡到這個哥哥很好的責任 但是我發現他是一個有責任感的女生 我覺得他很努力啦 然後他也會 像我們拍戲啊 有時候 可能會被導演講一下 然後他就會問我說 那我要怎麼改進這樣 然後我覺得 就光這一點來說 努力這塊就已經蠻值得去讚許 其他的部分 多少都會接受到一點批評的聲浪 因為他在浪頭上 學好怎麼衝浪 是一個很重要的課題 是 我會學好 嗯 Go surfing Go 沒有啦 大家這就是越講越嚴重 沒有這些事情 就是對啊對啊 沒事了 對沒事沒事 我覺得有點委屈 就是無端又惹 沒有 沒有 對啊 因為你問了第二次 沒有沒有真的 就覺得自己就是都做得很好 就沒有什麼 沒有沒有 一定有自己做不好的地方 那自己知道的話就要去改進 對 所以是什麼樣的點讓你就是哭了 沒有沒哭啊 什麼時候 你們有看到嗎 沒有吧 這是一個平面訪問 這誤會真的 那不知道誰 哈哈哈哈 那個我們 我們有去看七零人期 最主要是被那個片名吸引 然後去了本來想像被嚇一下 結果還哭了 就哭得出來你知道嗎 對 最後一段有點蠻難受的 對 對 就是一個愛啦 所以我們兩個哭完之後 因為我們兩個眼睛都蠻容易腫的 所以就看到兩隻青蛙走在電影院門口 這樣子 喔他有跟我分享過 對 對 會 是